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会员手中的股票 唯一的一档广效疫苗气塘化 股名代号我都涂掉 我不推介 今天台股盘中最多大跌425点 来看 最多跌了425点 收盘也跌了341点 收盘说16303 我讲那句话 有没有兑现 有没有应验 去年我不断地提醒各位 今年非常难操作 看不见 就这样一放 2000点不见了 来 是不是2000点 我在2月22号 还在提醒各位 2月22号 大盘1819 18619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醒 我说今年新年开封盘在这里 任何人买都套住了 转折信号 也就是我们叫做空头信号出现了 好 这叫台积电 我也提醒你台积电除了1月3号买的人 没有赔以外 全部买的都赔 在2月20号这一天 全部买都赔 也没有人相信 好 然后到今天 你注意看 台积电你看到这里叫628 这里叫688 台股这里是18159 今天呢 今天剩下 18159剩下1816219 是不是将近2000点不见了 台积电从628 我不讲688 628到今天的526 我问你台积电可以跌100块 很多人都应该讲 很多人都砸了 以为 应该这样讲 以为像今年一样那么好做 今年好像随便做都可以赚钱 哪有这回事 而且我的股票 我会员的股票 我有讲过很多遍 讲过不知道多少遍了 我说你不是我的会员 因为我不推荐 何况 来我们先看 今天他有个信息 大家先去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再讲 4月29号 在国家生技园区 好 那欢迎有兴趣的人去参加 去听听看 这家公司 他有一个 有一个协界与业界的距离 这种演讲题目 这其实好像就是我讲的 台湾的生技公司 为什么 好像扶不起的阿斗 那个都学界思考 就像我昨天讲 叫理科思考 你研究啊 你很厉害啊 专利很多 那是对 那不可否认 你研究那个干嘛 就好像我小学啊 我小学 小学你知道吗 我们家那个客厅 乡下那个4月那个客厅 全部贴满我的奖状 从小学一年级 奖状都贴满满的 有效吗 有效吗 我有做医生吗 没有啊 我也是在做这个 两官的分析师啊 我有去做医生吗 没有啊 所以有些东西 并不是说你 你研究你有专利 那干嘛 要干嘛 拿奖牌干嘛 我问你拿干嘛 要吃饭啦 要做行李啦 那个叫做生意嘛 协界与业界的距离 这个题目 我觉得就好像 我这几天刚刚在讲 什么叫协界与业界的距离 你学术研究吗 一家公司是要钱的 百花圆子拿钱去研发专利 你专利要干嘛 专利是专利 我专利我专利 那专利能当饭吃吗 3年5年10年就过期了 就没有用 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啦 专利要卖嘛 要授钱嘛 懂不懂 大家都懂啊 可是为什么都要用那种脑 我说 有时候天才跟白痴 只有一线之间 对不对 天才跟白痴只有一线之间啊 你认为是天才吗 我认为是天才啊 可是如果没饭吃的时候就变白痴啊 对不对 当然 我当分析师 我的所有的目的逻辑就是股票要找嘛 或者要赚钱嘛 就这样子啊 不能去当天使投资人喔 天使投资人 你以为天使那么容易吗 到处都是魔鬼啊 天使是要对付很多魔鬼的啊 所以我说 我说你们不要看电视器买股票 买 一夜四号以前喔 一夜四号的时候买 今年喔 这一夜四号喔 看到喔 好75777 RSI背禮 我说这个是一个背禮 这都是很好的买点 当时最高100块钱还没够啦 就77 然后呢 有很多人就自己跑去买股票 买得很好赚啊 真的很好赚 这档股票就一直涨涨涨涨涨涨到250亿都不回头 都不回头 都不回头啊 所以有很多人跑去买 甚至我的会员 参加会员 一看到股票那么涨 他就不细约了 那跑去买的人 我讲过一句话嘛 我说这档股票有一天 一定会有人骂我 来再看一遍 这也77块啦 我告诉你 我说7月8 9、10、11、12 一月份 我一月份的1月21号 还有一个人来退位 他怎么退位 他怎么退位你知道吗 他就跟业务讲 你叫你们老师说 这一定会超过100块 不然我要退位 那业务跟他讲 我们老师说过呢 你如果想赚钱 去抢银行比较快 或者你买个3D列印机 你去印钞票比较快 股票瞬息万变啦 或1000或100 不是任何人可以决定 是市场决定 谁敢决定 所以有很多人 掌市就开始 弄不住了 跑去买了 那我问你好了嘛 你今天的收盘 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 今天收盘在这里 157.5 我应该来讲 除了我的会员以外 任何这种股票的人 我想都赚不到钱 甚至大部分都赔钱 不是我的会员以外 如果不是我的会员 通常都是这样子 那有些人很天真 怎么天真 你老师说230有嫌人买 我突然想到说 还好 我今年 从1月20日 就新年 新年 也就是 我讲个比较简单好了 如果是我的会员 我都有简讯 你们看我什么时候买 你们自己看吧 结果我突然想到说 那个人 有人怎么说 你老师说230元 嫌人买股票 我突然想到说 那个一定是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 你的玩笑人 假装是你的朋友 贴给你的 所以我只要有任何讯息 跟我的投资人 我都写一个 请勿转贴 一定是你的朋友自己创造 自己捏造 然后转贴给你 说 小老师公众830元 我的任何一个会员 你都知道 我们从今年 我应该讲 这个价钱 你看到这个价钱 157.5 今天收买157.5 任何一个人都赚钱 我的会员 任何一个人都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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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能乱讲 除非他不按照我的方式 那就没办法 自己跑去买 我要怎么买 怎么分批 怎么分批 除非他不按照我的方式 不然任何人都赚钱 你自己买的 也不能算 我常常在讲 你们看那些买的怎么算 因为这档公司不是我家的 这档公司是政府的 它涨跟跌 政府有35000张中央研究院 行政院有12000张 总共它其实有6万张 是政府的 政府是最大的股东 股票涨政府得利 股票跌政府也不会怎么样 你跑去买了 看到一直涨 人家送不了跑去买 你也不参加会员 我说 其实我的会员都很清楚 我什么时候买 减信里面都有 那个减信不能造假 因为每天都一定要有 最少有一折 我都要再8点45 花一折减信出去 就是抗信 那不能造假 你知道吗 那个主管机关都 主管机关都要查的 对不对 他都要求把所有的NGO报告 还有每天的抗信 他大概每一个月或一两个月 就所有的都要到主管机关去 他每一折都跟你看 这不能乱讲 好 那重点来了 我为什么说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没有人理我 对不对 然后我也告诉你 背离 好 难道到了4月22号 他都正常 你看都没有背离 你看都正常 到了4月20号这一天 是不是叫背离 股价没有创新低 这个RSA创新低 这背离 最低 最低94.1 4月20号 好 然后4月21号 我 我4月21号的抗信 跟4月21号的抗信 跟以前的抗信 几乎是一模一样 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 可是4月22就不一样 我就把抄舟车列写在下面 好 那因为他背离 这我说 随便看你知道这个背离就是 我们叫抄跌 背离叫抄跌 好 然后4月22号 开盘114.5 最低 最低有104.5 开盘是算开114.5算高的 最低有104.5 还差10块钱 好 4月25号 这礼拜五 这礼拜一 既然是背离 好 礼拜一注意看 开盘127 最低还有123.5 就是 114.5 加127 我为什么要叫你加 因为4月22跟25 这两天我给的call信 跟以前的 跟 今天跟昨天的都不一样 只有那两天都不一样 因为那两天有一个操作车列写在 你们特别有写几个字 四个字 你们都知道 好 那我现在开始要教各位 因为你不是我的会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教什么 我的会你就会知道 好会算 我教你 好 114.5加127 好 114.5加127 他加一加 因为 他是 他是有.5 有.5 所以点5就不要算 我就把它乘以2 也就是假设114.5买两张 127买两张就是乘以2的意思 这样比较好算 那加一加 这样多少 假设有4张 2张114.5 跟2张127 加起来 把它 就4 把它除以4 除以4等于多少 我昨天送给你各位听 等于 121.75 121.75 来 我刚好算 我在叫各位 为什么叫各位 来 114.5 其他上127 241.5 21.5 乘以2 因为各买两张就是483 483 你把它除以3张 等于161 这样知道 你假设买4张 114.5买2张 127也买2张 就买4张 好 那如果到了161块 就3张的钱 就等于这4张的钱了 等于 你买4张的人 到了161块 你就赚一张 那一张就不要钱了 所以参加会 你开始去想 这种投资 最好 最好 最迷人的地方 就在这里 结果你们 又省钱 不参加会 然后看到谢老师的电视 有很多人 我说最少 打电话进来最少有 我看好几十位 然后打电话进来 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一日五会跟他讲 那你参加 谢老师的会演 跟着我们一起 大家同时 有什么 随时有什么信息 你会第一手掌握 那些人很天真 而且很理直气壮 不用 我看谢老师电视不要钱 我们自己就会做了 对 我尊重你 那我还是问你一句话 我用英文讲 How's everything 你好吗 姑娘挑走吗 就好像 来 我说就好像 来 我有时候想想 当分析师 如果说 当分析师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中心思想 如果不够坚定的人 不是小的 那是骗子 不是轰子就骗子 对不对 因为 股票市场 它是瞬息万变 那个中心思想 一定要很坚 很坚决 很有很坚韧的人 也就是很正确 很坚固的人 他用当分析师 用骗子就很简单 反正用骗子 我说我是个人格者 我是绝对不会用骗子 1就是1 2就是2 来 我说7月份没有人理我 我说 节目会赔钱 523 8月份也赔钱 532 9月份也赔钱 871 10月份也赔钱 747 107都还在这里 11月份也赔钱 80.3 107还在这里 12月去年收盘 835 107还在这里 你看到半年了 我常常问你 你来做老师 好吗 节目一公里200万 你穿2万没去 你来做老师 你都毛痰 长得都是你的 还有人更天真 有一个人还打电话来说 我了多少千万 后来我们才了解说 他那个人是70块买了200张 70块要买200张 然后不参加会员 然后到了250 就这一天把它打下来 这一天打下来 好 136好了 我问你他本来是 他70块买200张 本来251块的时候是5000万 到这里 你把那200张买136.5 剩2730万 他说他赔2000多万 你给他听看看 他70块买200张 穿4万的本级 到250块 他已经 那个市值已经2500 已经5000万了 然后 然后下来 他的市值剩下2700多万 他说他赔2000多万 你给他听看看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蓋起来都你们的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 你看到隔壁那个大楼 你看到101大楼 看到的也是你的 你看到101大楼 你看到都毛你的 所以有时候想想 不用那么贴 股票市场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为什么很多人赔钱 因为你有很多跟你有仇的人 他会贴文给你 而且贴文是他自己创造的 不是我谢明清 我谢老师花出来的 我就有人讲说 你老师能把30块买 你帮我找 你找出来 如果有那者信息我给你100万 如果那者是贴的 他贴给你的 你给我10万就好 敢不敢 你给我10万就好 敢不敢 我们公司的讯息 主管机关都有在查 我所讲的都是成堂共物 不能乱讲的 不能乱讲的 所以我说这档股票 来再看一遍 我已经教各位了 我再讲一遍 股票市场 他叫买卖 有很多人 我说有很多人 我们叫貌事 就是股票涨的时候 他就是个 看起来就是个好人 可是股票点的时候 他突然就 那个思想就有点偏差了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他明明70块买了200张 不参加会员 涨到250块的时候 已经市值是5000万 没错啊 可是这天打下来 他的市值是2700万 也没错啊 然后他打电话来骂说 你老师害我了2000多万 你老师害我了2000多万 第一个我没叫你买啊 第一个你也不参加我的会员啊 第三个你70 你70块买的 70块买的只有1400万 5000万你又不要买 对不对 你参加会员 你就有不一样的结论 我说你有不一样的结论吧 我的会员都知道有不一样的结论 但是你不参加会员 你的结论就是这样子啊 而且我说不会只有今天 因为为什么他未来还有IPO 未来还很长的时间嘛 不过收回来都没关系啦 本来股票市场它是一个血洗的过程 最少这党不能融资嘛 最少以今天来讲 最少以今天来讲 我说其实几乎所有人都赚钱 不是这样子吗 以今天来讲 今天又来到了100 150级了嘛 4月25号 4月26号 今天已经来到155.5 来 157.5 各位 又来到157.5了 又来到157.5了 看到吗 157.5比什么 都比去年任何一个收盘 还比一月份收盘还高 我也给各位看过一月份收盘嘛 对不对 一月份收盘才多少 才150而已 才150而已 所以再拜托各位 要成就一件事情 你要赚很多钱 股票市场瞬息万变 你一定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嘛 我给你看影片 你一定不会想到有这么一天嘛 那为什么有这么一天 为什么会有 其实我在七月第一天开始 我每天都提醒你提醒你 我说有一天 你一定会骂我 不管他几百块 一定会有人受伤 就好像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骂过的人可能就 他就说 就怎样 你又没有人命 我经常说一块两块命 你就没有人命 我说再讲一遍 未来还是会有人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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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件事 我们就把它当做ending 未来还是会有人骂我 我说有一天 他也不是只有这里 就好像我 我会拿这个给各位看 他达到94.1 就好像 当时的长盛 这里也是245 到90.74 这段时间 我也被骂翻了 而且这场长盛 我那时间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每年都赔 然后呢 后来他到五百亿 90.74到五百亿 我都会把长盛的钱 换到这场股票了 而且我认为他比长盛好 所以我说都没有关系 股票市场本来叫学习的过程 怕什么 怕你输了 你就认了 便宜了 你就尾巴夹着就走了 那 就没拆工你知道吗 那说你就不是英雄了 从哪里 不要说得到 从哪里受伤 我们就要这里把它赚回来 对不对 所以你要来参加会 一起来 这是我相信给大家 给你经验 也给我们经验 大家 股票市场 你会发现这个吗 然后呢 今天在这里 这好像我刚刚给各位讲 今天是157.5 会算 我刚才算给各位听 14.5 你加上 127等于120点多而已 120点多 现在157.5 就这样就 30几个person了 多了30几块 120多了30几块 不是吗 好等一下我讲它的麦动在哪里 未来最重要是在哪里 打电话参加会 你休息一下再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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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类图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每个数字的跳动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商业台并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我所论述的股票 股名大概都涂掉了 我们不推荐了 好来看这里 好 107在这里 打了四年半的大底 好 这是七年收盘 一月份突破107 连续三个月涨 那代表什么 是不是初生段 如果是的话 既然涨三个月 就有可能涨五个月 果然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一二三四五 好 涨五个月 结果这个月休息 好 那既然这个月休息 初生段涨五个月 第一波走完了 这个月已经确定 它是要整理了 因为今天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好 那这个收盘就很重要 下面的下影线 跟上面的 我们叫上影线 上影线 会算吗 222 251.5-22 等于它的下影线 不到30块 上影线 上影线不到30块 可是它的下影线 下影线是上影线的两倍 而且它收盘 以今天来讲 157.5 也就高于这个 高于 高于的这个150块 如果它的收盘 礼拜四礼拜五 它再往上收 如果能收到 这里的一半 这一支的一半 这一支的一半 就是147跟177的中间 也就162 假设明后天它收到162 收在162或者以上 我说这种股票 它不但不回头 而且会直接标给你看 那如果没有 最少它收在150.5 也就收在这第一支的上面 那代表什么 确认 那叫确认整理结束 来150 以今天157.5 也就明天后天 只要收在150.5 也就允许它 容许它跌7块钱 那如果它能涨4.5 这个就很精彩了 到底明天后天 它要跌7块钱 还是它要涨4块半 如果涨4块半以上 就很精彩 要问什么 因为夜线的收盘 会决定未来这档股票 它的脉动 最少确认是什么 这里叫整理 涨5个月休息1个月 那就代表整理结束 只要收在150.5 就整理结束 如果收在162以上 那代表什么 我告诉你 它就不回头了 所以有这档股票的人 打电话参加会 因为这档股票 瞬其万变 你没有跟我们 掌握第一手信息 然后没有跟我们 的脉动操作 你要贏真难 打电话参加会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